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令第79军下处中部赐普唐镇 命令74军王耀武部从春华山快速向金警方向运动 于10时30分对敌第6师团侧背发起攻击 命令李渔堂部顺势反攻 与上述三军形成礼仪外合之势 为奸敌第6师团 命令战边第70王左华部 战边第80张军松部 预备第11师叶佩高部 战边第6师召集平部 立即退入长沙城内 根据继射防御阵地 被敢于入城之敌进行巷战 务必全监来犯之敌 命令第32军快速运动到 米罗江一线不防 北祖敌第30师团 敌40师团南进 南防敌第60师团 敌扫渊支队北撤 命令第65军快速向新强河以南 命令战将一北集结 与第27集团军 第30集团军配合 对敌第30师团 第40师团形成夹击合围之势 各部到达预定地点后 不用等待命令 立刻对当面之敌 发起猛烈攻击 勿求全监 可是第32军第65军 都不是我战区的直属部队啊 谢长官怎么说 你就怎么记录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执行 是 荣誉成败 再次一举 苍天保佑 司令官殿 松毕官は 大九空司令部の通信を傍受 解読しました 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大九戦区司令部は 空中で破壊したはずでは なかったのですか 司令部は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が 雪学はまだ生きており 立て直しの模様 先ほど作戦部隊に いくつか司令を送ったようです どんな事例ですか 報告 調査特務から報告です 空襲失敗 敵司令部は消退へと移動 さらに さらに何です 中野隊が 作戦中空襲により 全員抑制 下がり出され 木下三坊長 はい 雪学の電報の内容 どう思いますか 雪学が 一度に五軍を動かし調査船に 増員したことは 我が軍に大きな脅威であります 将軍殿 思うに 後退すべきかと 偽装です 偽装? 雪学の電報によると 調査には四個軍が今も置かれています だとしたらなぜ 司令部を正太に移す表がありますか 偽装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つまり雪学は 偽の軍令を発したと? 雪学は虚勢を張っているだけです そうして我軍の調査攻撃を 防ご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す 空上の刑をやるつもりですか もし 情報通りに調査に これほどの兵力を増員したら それではおそらく我が軍は 挟み撃ちに遭います そのような大部隊が 天から降ってくるような夢物語を 私は信じません 雪学のこの動きは 我が第六師団を撤退させ 第十軍を全滅の危機から救うためです 雪学も策学つきたいのですね 命令を下す 作戦通り敵を一層積極的に南下せよ 明日正午までに日照記を 調査の空へ掲げるのです はい この時代は 雪伯玲来这么一手 只能説明 第九战区 已经陷入絕境 長沙威夷 そう 我看未必 雪伯玲这个时候 抛出这么一个 真真假假的指令 或许 她是想把水搞混 打乱阿南危機的作战部署 她的这出空乘機 要是唱好了 長沙之战 还有转机 阿南危機 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如果 她已经识破此技 依然按原定计划打 雪伯玲 还能保证 长沙不失吗 雪伯玲这个时候 和阿南危機 玩这种小把戏 只能是自取其辱 行了 这种风凉话 就不用再说了 当务之急 是如何化解 长沙之危局 魏祖 雪伯玲 既然一诗相谈 那她是不是 准备放弃长沙呢 不 长沙绝不能放弃 长沙会战之前 我是主动提出过 放弃长沙 退守衡扬 但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 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 国际反法西斯阵营 正在加速形成 无论是英国 美国还是苏联 都在关注着 中国战场上的形势发展 今天的长沙 不仅仅是一座城市 它是 受世界瞩目的标杆 这个时候 如果长沙沦陷 必将会挫伤国际社会 对我中华民国的信心 长沙绝不能使 绝不能使 命令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成 立即对宜昌 发动猛烈攻击 违魏旧招 侧应长沙 工夫 贞 优优独播配方法 快走 快走 团队 你没事吧 团队 我没事 都别打了 等他们打 根本打不着他们 等小鬼那一鬼压下来 拿手来弹打 好 手来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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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来 根据薛长官的电报 再过半小时 园区就到了 你这石头猪啊 薛长官这是在迷惑敌人 怎么讲 还没明白 薛长官下这种 真真假假的命令 是在吓唬敌人 这说明什么 这恰恰说明 这恰恰说明 薛长官手里头 已经无兵可用了 小鬼子 下车下不走的 我们第十军要想不被权奸 只有自己想办法突围了 可是 飘风山已经失守 我们无路可退 用自己的力量 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就是突围出一个团 一个营 一个连 甚至一个牌 那也是泰山队的种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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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准师行动 向大高陵方向 杀开许鹿 成生突围 是 看来靠我们一个师 阻挡不了鬼子灌河 怎么办 小心 好 薛长官不是下令四个师 在城里 九 要是有四个师在城里 那司令部干吗要撤到湘潭去 薛长官是没有想到鬼子 会一杆子插进长沙城 所以根本没有布置城防 现在的长沙场 几乎就是一座空城 可是师座 那 按原先的部署 应该是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会发的 可现在 可现在 这两个王牌军恐怕是一仆子过河了 那我们怎么办 薛长还的命令 不是让我们移去城防攻势和鬼子巷战吗 这就说明 他已经做好了让鬼子进城的打算了 我们立即撤进城去 利用我们熟悉地形的优势 以营连为作战单位 和鬼子向战 如果实在扛不住的话 就只能去城了 是 是 是 下庁殿 調査まであと5kmです 分かった 下がれ 下庁 敵は逃げたようですね 直ちに入場し 御旗を掲げ 一番乗りを果たしましょう いや 節約は強い相手だ 調査が意味するものを知っている と そう簡単に明け渡さん むしろ何か仕掛けているな 迂闊なことはできない 穴見知恵に報告 暴霊防衛の最後 両横をすでに突破 現在 城外に期待機 後続部隊を待つ 随時入場可能 好 等待 我現在唯一能做的 只有等待 阿南威吉 會上当嗎 不會 不會 上当你下這種命令 他只要坐實了 我在金井一線的調動鼠石 他就不敢把我的指令 當正是對空下令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只要是他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他就不敢一味冒進 現在就得看二十六軍 七十九軍能不能準時趕到預定地點了 二十六軍 七十九軍能不能準時趕到軍部 報告軍長 預石師來電 援軍已到 太好了 参門長 有 臨陵御石師 幽靈九師和第三師 太和援軍消滅鬼謀 そんな馬鹿な そんなはずはありません しかし これは事実です 家内方面が確かに援軍だったとしても 節学の軍令が全て本当だったと思いません 現在は真偽を判断しづらい 状況にあります 判断を誤れば 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 早淵自治体は どこまで進んでいますか 情報では 早淵自治体は調査郊外で兵を休め指令を待っています 何を待っているのです すぐに調査を攻撃させなさい 将軍 どうしました 報告では 調査市内に節学は4つの飛弾を配置 家内の軍もいくつか合流し 調査の処理にあたっている模様 早淵自治体はすでに孤立していますから この上 市内戦となれば 全滅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またしても あと一歩のところで 退却しろと言うのですか またしても あと一歩のところで 退却しろと言うのですか 二将棋を小政府の建物に掲げ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 これが何を意味するか分かりますか 我軍が重慶政府に対し 厳重な警告を発したことになるのです さらにはシナ軍と民衆へも 精神的圧力を超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早淵隊に速やかに調査へ入場するよう命じなさい はい 神聖な使命だ 伊那松岡 大日本帝国の御旗を調査の てっぺんに掲げてくれ 頼んだぞ はっ 大日本帝国の御旗に掲げてく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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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柜子都上来了 怎么还不走啊你 赶快走吧 大家快撤 开车 快 老爷子 赶快走 快走啊 快 快走 ETA 快呢 不过公道 快 Kid prompt 快 保备公道 快 快 公道 公道 不过公道 公道 公道 丑头 我可以不杀你 但是请你把我们带到省政府大楼 你们来了 那省政府大楼根本就没人办公了 你们上那儿干嘛去 我们要把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插到上面 好啊 那插得那么高都看得见是吧 好好好 我带你们去 走 将军殿 入城し30分が経ちますが城内は交戦の様子なしです 敵軍は逃げたのでしょう 部隊に命令 これより入城する は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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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が逃げたんで 空の様子 はっ ? 走 走 营长 鬼子来了 不好 有老乡 营长 他好像是湖南山会的张会长 他是永逸把鬼子引入我们的定理阵 怎么不走了 这就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这是哪儿啊 炸呀 国军弟兄们 怎么不炸呀 公娘养他 快炸呀 炸死这帮户上来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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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十三師団長 内山英太郎からです 読みなさい 我が隊 第六戦区挙げては双国域にあい 場外陣地を失う 重慶軍清少上下に至り攻撃可烈 援軍求む 説学名 義を囲み 長を救うですか 将軍殿 我々はいかがしますか 戦勝は重慶爆撃の基地であり 調査を両側面から攻める際の後ろ盾となる 奪われてはなりません さもなくば 撤退することも難しくなります 命令を下す 命令を下す 第3 第4 第44師団 並びに独立根性第20両団は 中国軍に包囲される前に 包囲網から逃れ 進学が北岸方面へ退却せよ 早淵隊も直ちに調査より退却 第6師団はまず龍陽河を越え その後早淵隊を待ち 合流後に 退却せよ 以上です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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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长官 在我军各部不断的进攻和袭扰下 日军退回到新长河一北 他们企图占领长沙的目的 又一次被我们粉碎了 参谋长 我们可以庆祝一下吗 当然可以 1941年10月1日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维基 迫于战局困扰 终于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各部 下达了紧急反转令 10月9日日军撤过新墙河 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战前状态 历时一个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 以日军伤亡四万一千五百人 国军伤亡达十万余人的结果而告终 大劫全胜 作为舆论上的宣传是可以的 也有这个必要 但如果 军中也向着报纸上去评论和认识 二次长沙会战 这样就大有隐患了 韦作是否对二次会战并不满意 你说 连七十四军和第十军都赔上去的胜利 你让我怎么满意呢 韦作 不管怎么说 我们再次挫败了日口占领长沙的企图 还是值得庆贺的 我看 通过这次会战 他薛伯玲脑子出了问题 韦作 该不会是有换将的打算 你也想替薛伯玲说情吗 听韦作的口气 好像已经有人为薛将就换家了 是有不少人为他说情啊 这么说大家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所以可是像我告状的人 也不在少数 韦院长 飞长沙的飞机准备好了 伪作是要去长沙 去长沙 替他薛伯玲收拾收拾摊子 啊 啊 位子打断了我的胳膊 我的胳膊哪儿去了 我的胳膊 兄弟 你冷静点 兄弟 冷静点 冷静点 兄弟 冷静点 兄弟 你冷静点 我的胳膊 冷静点 怎么了 怎么了 团长 我就是觉得 咱们这一仗 打得太惨了 咱们死了这么多人 可一切还是回到了原点 这次我们第十军 是不是完了 弟兄们 听我说两句 咱们太车军的口号 就是不怕牺牲 由我必撑 我不怕你们笑话 我现在腰里边 馋的就是果实部 我零行前是老正儿给我的 什么意思 就是不怕死 怕死就别打仗 那正是那句口号 不怕牺牲 由我必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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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长到 警长 军令 为什么都站在这儿 不进去开会 报告校长 薛长官命令所有人 不准我们进去 还用保定军校学生犯错事过的准备 还有多长时间 不过委员长还有四分半 下来吧 你是想提醒 我也曾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好 军委员长 军委员长 您 北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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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不得 你现在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 不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是 还用这种方式 开会 开会 是 开会 开会 他家 都请坐下吧 先生 先把军委会的讲成令 给大家念一下 是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 讲成令 通令加奖 作战积极 守城有功的 攒六师师长 赵继平 到 第八师师长 张军松 到 通令加奖 以身殉职的 190师 副师长 赖传湘 第五师师 步兵指挥官 李汉清 第197师 第590团 第二营营长 刘渝 第99师 第295团 第一营营长 曹克仁 鉴于第十军 在此次战役中 作战不利 造成所部重大伤亡 负由指挥责任之 第十军军长 李玉堂 到 运石师师长 方先决 到 第190师师长 朱月 到 以彻职处分 还有最后一项决定 第五十八师师长 廖灵奇 到 在战场初开之时 私自脱离战场 回家探亲 致使全师 战斗力涣散 一触即溃 军委 军委会决定 以临阵脱逃罪 处以死刑 卫座饶命 卫座饶命 卫座饶命啊 卫座 卫座饶命啊 卫座饶命啊 该赏的 要赏 该撤的 要撤 该杀的 也要杀 接下来 会议该怎么开呢 薛司令长官 薛在 胜败乃是兵家常识 我们不会以 一场战役的胜负 来论英雄 但作为一个 战役的指挥官 必须要 是按语总结 胜负得失 以利再战 这次南越军事会议的 一个重要议题 就是要 听你们第九战区的 战役总结 想必 你已经有所准备吧 是 直下已经藏你的卓文 恭请委座审阅 那好 既然你已经写好了总结 就不用让我一个人来审阅 上来 照本宣科 是 我订阅 我认为了 司令官殿 ここにない地 最新の調査船報道があります また日本放送協会 および中国占領軍の各ラジオ局は一斉に 我が大日本航軍の超西北における 政府軍五色部隊撃破を報道 第一の各地域および占領地区の各都市にて 盛大に祝賀されております 報道機関がどのような報道をしようと構いません 重要なのは内閣の判断です 内閣には陛下の御膳で この私を非難する輩がいる 敵を甘く見て危険を犯した 完全勝利には至っていないだととほざいて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